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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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以后都做些什么呢 没事每周上一天上一天钢琴课 学了几年了 学了有三四年了 这弹钢琴那每天练吧 每天都练 每天练多长时间啊 每天最少要练两个小时 最少的也得一个小时吧 基本上能给个曲个熟悉熟悉就能弹 这以前会谈没有基础吗 以前没有 就是自己一种爱好 因为我行这个 最早因为我先生去弹 他退休的时候 我就是回来每天下班了 还要在家练两个小时琴呢 他每天要看着我 把这琴给练好了 他还督促你练琴 他督促 那他是学音乐的吗 还是有什么 不是 他学外语的 学外语的 但也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对对对 听这么一说 以前应该是非常情色和谐的一对夫妻 非常好 我们两个人 像我们俩人比如说 要是上班走的时候 我们俩肯定是俩人拥抱一下 就走了 各自玩各自的 都是 任然老师 您现在拥抱吗 就是 就不太会每天都要去拥抱 或者再见啊 一个亲爱的我上班去了 这样应该不能够天天做到吧 是 我觉得这位女嘉宾 她们好像是挺稀释的一种礼节 感情在 我觉得 也是一种尊敬 我觉得 因为像她出门的时候 我没有说我在躺在床睡觉 不起来 没有 我不管我多困 我肯定是提着她的包在门口 站着等她 她穿上鞋她走了 我上班的时候 她肯定也是提着我包在门口 等着我又走了 两个人都是 那是相当的恩爱 好便宜 董老师 您爱人出门的时候 您给拎着包在门口站着吗 就像今天 早上不咱们还可以睡个懒觉吗 她的爹一寒走了 我说 本来我就是滚 也是一种合体的方式 对 开玩笑的 挥胁的这种白天的道别 晚上回来以后 谁要是不在家 肯定有一张纸在餐桌上写着一个条 留下 谁什么原因 比如我没在家 什么原因 自己怎么要吃饭 俩人去留一个东西 嗯 非常和谐 我们没有他们的默契 这往往东西都是那 失去了 还感觉好呢 你们的婚姻时间有多长 13年 14年吧 从认识到 应该是17年 原来她是离异的 两个孩子 她一儿一女 我因为当时是初婚 我是未婚的嫁给她的 34岁认识她的 我们领证是38 39 但您这个初婚 找了一个容易的先生 还带着两个孩子 也是会不容易的呀 毕竟没有当过妈妈 也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喜欢呀 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没有 从来没有了 我们特别好在一块 因为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没那么多事儿 没有感觉说有孩子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有个孩子倒像个家庭 那你没有孩子吗 我不能有 因为我跟她结婚的时候 国家就好生意规定 是不准备生的 您嫁给她 其实放弃了自己做妈妈的 这样一个 对 那当事人下了很大的决定吧 我当时好像没怎么下决定 因为我觉得我先生 我觉得是我要找的那种人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确实挺挑剔 俩人出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也挺好 感情也挺好的 就无所谓 没有儿女也无所谓 她的儿女吧 都是清华毕业的 也都有学问 学历很高 因为他们自己都自己 工作干的也就非常好 那您嫁给她的时候 她比您大很多吗 她比我大13岁 她是南方人 南方人很细腻 我基本是一个什么 挣了钱我不管 我基本上就钱 反正都让她来打理 我全都给她 我不管 您一直都觉得非常的满意 可以说98%都非常满意 先生是哪一年离开 先生是2009年去世的 4月3号 她是突发那个 撞膜下腔出血 大面积出血 因为她一开始 有一点那个头晕 但是谁也没理会 因为她体检什么都合格 特别好 一点事没有 因为她瘦 人很瘦 南方人嘛都是 非常好也没事 后来突然间有一天 她就是 我因为要去单位 那天就走了 她女儿说来 我没在家当时 现状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她是可能摔了一下 就完全没有征兆 也没有 她其实 可以说是 基本上没有抢 就两个小时吧 也没有留下什么话 什么话还没留 其实因为你们 这段婚姻当中 没有孩子 对 所以等于她一走 把您所有的情感都带走 所以我用了六年的时间 才走出来 哪家都这样 只要两人感情好 谁也离不开谁 得 尝不了 老天准得给 让友义方准走 两人老吵 准没事准长脚 走不出来的日子 都怎么度过的 我一般都出去旅游了 一个人吗 一个人 去国外 走得远远的 对 去意大利 去瑞士 去玩去 去法国 实际我特别喜欢旅游 我自己曾经在美国西部 我们驾车走 澳大利亚整个我们用汽车 走过来 开车 又会开车 她去世以后 因为原来她开车 我坐车 后来她去世以后 没有人依靠 就靠我自己了 我就学了一个车 这样我们有几个朋友不错 我们就三四个吧 基本上就是 约起来一块 就出去去国外 完了下飞机以后 就租一辆车 就开始走 就开始玩 去澳洲的时候 我们到悉尼 请悉尼租车 去墨尔本 开始去澳洲的时候特抖 澳洲是那个 跟咱不一样的 又多 特别扭 刚一上来说这个手啊 拿那个 您也开呀 开呀 您在国外也开呀 开呀 那真棒啊 王老师都不敢开 不敢不敢 而且人家学车没几年 对 我这都二十多年了 我都不咋地 我中国 中国去差不多了 我东北 西北 东南洋海 全区别了 准备去三峡 去广西北海 和三峡 请悟尔本 你应该知道 澳洲有那个大洋路 去大洋路 我也自己开过大洋路 很漂亮 去大洋路 中间有一个小镇 那个小镇出螃蟹 我们当时不相信 说啊 你可以找一家旅社 住下以后 旅社会给你提供一个东西 让你去打螃蟹 我们当时就说 咱们就去玩玩看看 我们就去了 到那旅店以后 那老板真是 当时给了我一个 他说你们就去捞螃蟹吧 捞完螃蟹回来 我给你们做吃 我们几个当时就觉得 不可能 这忙忙大喊 那是个螃蟹给我们吃 今儿到晚咱得饿着了 就想就知道 我们几个就 买了一块钱的鸡脖子 上超市买一块鸡脖子 就寄着网 对 我也去在摩尔本捞个螃蟹 鸡脖子那小镂 往来之后 往来一放 就拿根石子 就扔一下楼 十分钟上来 有螃蟹咱们就吃 没螃蟹咱就回去了 我们就在这聊天 一会儿 我说十分钟了 咱赶快往上捞这个 结果我们第一网捞上来 感觉特别好玩 我们再捞一网 几个人也吃了 吃多少 多不用捞 捞完了吃不吃死了也是浪费 就是这种 我们又在那捞了 两三碗螃蟹也回来 自己坐那儿 晚上时间都十点多了 快十一点了 坐那几个人在那吃螃蟹 那感觉特别好 还有一次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去美国看美国的拱门知道吗 因为那拱门是在山上的 上去很远 要走将近四个小时以上 才能看到那个 虽然那个拱门形成那个东西 我们上那上去 那是特别紧 下来的时候发现山洪了 警察就来了 警察他说他说那英文 咱们听不懂 他因为美式英语 跟那个英式英语还不一样 我按他叫 但我就知道就是干嘛呀 肯定有事 让大家赶快走 不要在这儿待着了 因为他在山里 雨很大 就逐渐渐大 我们后来就赶快走 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剩最后一辆车 我们开出来半截 那山洪就下来了 后来当时说怎么办 我赶快冲过去 你不冲过去就结在里头了 我们就冲过来了 那次挺危险的 在美国 真的是挺危险的 实际那天要是出不来 山洪下来以后 因为警察来了有五六趟 催促你们赶快离开这个地区 所以也正是这么多旅途中的 无论是惊险还是欢乐 让您能够真的把现实生活 或者在北京的生活 稍微淡忘一些 对 去感受旅途 慢慢 其实心中那种伤痛 就慢慢平复了 对对对 心情就会好点 嗯 下一站的目的地是哪里 我准备想去美国的东部去看一下 请东部玩完了从夏威夷回来 因为夏威夷在太平洋岛上嘛 嗯 这样回来呢比较方便一点 一约好旅伴了吗 有 一约好了 有伴 那你们这个小团体介意再多一个先生吗 如果先生没遇见可以啊 来分下一号先生 一号先生 你好 女士又出行的计划了 您希望参与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出国我不去 啊 为什么呀 哎 我就爱中国 对 我们都爱自己的祖国 但不影响去别的国家看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啊 但是我 我不想到外国去 您是担心路途遥远 嗯 不是 我就爱中国 我就看只要中国我都去遍了 就OK了 可是国外的风情不一样啊 不过它不一样 它没有中国好啊 哎呦 这个是真觉得不出国主意 不过国内也挺好玩的 嗯 这个我倒是支持 我也赞同 在国内走我也赞同 但是国外我觉得你要是了解人家 国家的各方面东西 你肯定要走入这个国家 最起码不是说我们不爱国去那会儿 但它这种沟通方式您听起来 有点太左了吧 我觉得 出去旅游不见得不爱国 嗯 有点太直了 对 你看这位女士呢 她呢可能更多的去想走一走看一看 对 对 所以是国外的那些风普人情 景色吸引她 对 而这位老哥呢 我们看出来了 他是关注的是和谁去 但也许就是我们哪都不去 我们这个门口呢一坐也特快乐 嗯 所以每人的快乐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对 一号先生 王老师说的这个观点 您支持吗 支持百分之五十吧 哎呦那还有五十是什么呀 我还有我的想法 要不您上来说说呀 也也行 来认识一下这位先生吧 看看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你好先生 大家好 一号男嘉宾朱宗喜 六十二岁北京人 李毅职业司机退休 王老师好 您好 您怎么都不跟女士握个手呀 先嘉宾 你好 我要不提醒您就直接坐下了 先生可对我有成见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心理不认识的有什么成见 你怎么会觉得先生对你有成见呀 没跟我握手啊 这个成不成见我没看出来 但是确实对旅游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先生特坚决不出国 因为我不喜欢坐飞机 所以说出国就得坐飞机 是对坐飞机有这个不安全的感觉 不是 那是什么 就不爱坐飞机 你去找啥事了吗 没有 那您愿意坐电梯吗 电梯可以 那也花一下二十多钟 没事 没事啊 就喜欢坐火车 我最早当兵的时候 从北京站做专列 到这个新疆 那够远的 专列七千七 扎的也可以 在这个穿业方面也挺整齐的 见到女士本人了哈 说说您的感觉吧 我感觉这个女士挺得体挺大的 而且生活安排挺有这个规律 但是生活安排的太细了 太细 哪细了 您想他们说上班下班回来还是许多指财 我没有那个安排 嗯 走了就走了 回来就回来 没有那么细致 那这样如果很细的生活方式对您来说有压力吗 当然有压力 你有压力 对 从面相来看还行 嗯 要是内涵呢 就估计这女的不再看好吧 这个女士退休之后 大家就谈谈琴 上网看看 新闻资讯等等哈 您呢 经常都做些什么 我平时去公园玩一玩 打打打牌 听见人家唱戏唱歌 然后老战友聚集会 带老同学聚集会 您喜欢热闹 去公园打打牌玩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是我不愿意去玩这些 这就是个人爱好不同 对 我觉得就是 俩人最起码能聊到一块吧 你要像比如上公园 像您爱去打牌溜弯这个 我去公园去溜弯可以 穿上旅游鞋去踏得清玩玩 咱们这可以 你让我去打牌 我不喜欢 那如果您找到了一个 新疑的老伴 什么都和您挺合拍的 但就是打牌仗不合拍 您这个兴趣爱好 能拐个弯吗 我也也可以拐弯 你可以拐弯 拐的不打了 但是我得人家走玩那 我得心惨 我得会那 你得把我教会了 比如说女士还跳交易舞 您会吗 不会 那人家说了 这不公园吗 东门你打牌 我到那北门跳舞去 那可以 然后中午咱们一见面回家做饭吃 成吗 可以 也可以 在外边吃饭也可以 你是觉得呢 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我不会这么做 那您会这么做 我如果她要在东门打牌的话 我就在公园溜达一圈就可以了 溜达完了我可以给她发个微信 到哪来玩完了吗 不行啊我这牌这三圈一夜啊 我这还玩牌呢 我这打升级呢我 那要不然您就继续玩 我先回家 那还是不合牌 但是您不介意这个不合牌是吧 不介意 但是我就是不需要玩牌 嗯 那她说了那行 我招杀哥杀到咱们家玩牌去 那我更怕了 所以看来您的幸福爱好 真还得拐弯 我拐不了我 拐不了啊 您想我这台下的几位战友 哦 来了战友了 找我家去玩牌 您接受不了那就 真不行 真不行 那你去他们家打牌 他们家那行 行 行 我那嫂子都好好招待我 来 采访一下战友啊 这个您也是战友 没错 牌友 没错 这个你们一星期打几次啊 一高兴 一叫就跳一块去 但是您这个战友说了啊 比如像这位女士 什么都好 就是不能接受在家里边打牌 那不行 这个老伴不能找 您支持她这说法吗 支持 啊 您也支持啊 您们都不拐弯啊 咱早在清静 走老哥上咱家打牌不就行了 戴哪喝就跟哪 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朋友吧 这是战友 比较实在 通常也是好干净 这战友就是坦率直爽 比较痛快干什么事 有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那您觉得厂上这位女士 和您战友有匹配度吗 我叫她们俩不般配 不般配啊 为什么呀 我也说实话啊 层次 层次 您这话说的 好像说您这战友层次 不是女士高是吗 对对对 也真够直的 那我就得问一下了啊 您这朋友挺直的 说你们两个不太般配 对 您心里也这么想的 我这个战友是我的信号 传递给他之后 呦 呦 呦 您怎么传递信号了啊 当然了 眼神一甩过去 我一说话 他有这种回事 46年的战友 呦 所以说心里边都比较兴起 那你们这玩牌子都挺猫腻啊 摸摸耳朵 摸摸耳朵 还有战 呃 呃 呃 女士包括这个战友也说了 可能觉得二位匹配度不高 那您对先生第一印象觉得 哎 这人还不错 我想跟他聊聊 有这种感觉吗 呃 呃 没有 这咱十二次 呃 这叫匹配度不高 对啊 那女士有点好像那个 没看上去 那您给我们说个大概的形象 什么样的先生啊 就属于您觉得还不错 可以继续交往的类型 让我说我觉得稍微有点文化吧 就是有些文化 斯文一些是吗 对 就可以 人老是这种类型吗 那太好了 在这个一些硬件条件呢 比如说 户籍 住房 有要求吗 北京吧 他自己是有独立住房就可以了 嗯 您自己现在都有这个 我有 我自己有独立住房 经济也有独立是吗 经济也能独立 肯定独立 这个周游这么多国家 只花了一小部分积蓄 说明经济是一定独立的 也没有就是自己的孩子 没有 所以您真的是一身轻 完全自由的 没有一点点负担的一个样子 先生 女士所欣赏那个人 您就自动放弃了是吗 嗯 对 真放弃了 好吧 那我们就请女士休息一下 听听先生的情况 好吗 一号男嘉宾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他不太适合我 我希望找一个不吃烟喝酒的人 有点文化的 温和一点的男人 不要说特别粗暴那种人 因为他到这个年纪了哈 我特别希望你说 能走动的时候 尽量去走动 如果真走动不良的时候 我们就在家里 因为我们是原子弹和氢弹的参事单位 一直现在还享受着当兵的待遇 哦 我们是搞这个核试验气象保证的 这么多年了 印象最深的 是这个1974年的齐悦 要在这个西北罗布泊 试验一核清淡 因为在这个任务之前呢 必须向中央 向近爱的周董理 我们作为气象保证的 我们的处长 当面要跟周董理 亲自去汇报天气情况 当时定就是这个假设 现在我记不太清了 原计划假设是7月16号 12点起报 结果天气突然间发生变化 原计划12点起报 但是12点的时候 从北加尔徒过来 形成了一堵云 如果起报的话 那叫降雨 就把那些放射性战人物 都压下来 就单出西安陕西里边下游 咱们就要吃这个放射性战人物 哦 这时候当时急了 当时这些专家呀 公务部的处长 都在这个办公室里边来回走 当时比较有着急 后来我们的总工程师啊 把电话接通 跟总理说 这个任务再往后推延30分钟 后来说 那30分钟以后要降雨怎么办啊 李明熙老先生说了 用我的党籍做保 哎 结果 那就听他的12点 哇哇哇 20分钟下雨 然后晴天起报 因为这个我们是搞气象保证功的 第一颗原子弹实现成功 我们这个处啊 融丽集体二等 真是让您觉得非常自豪的一段经历 对 而且确实为我们这个祖国建设做出了贡献 人家参加过两难一心的 也是国家公学的 它的退休代也很好 对对对 怪不得您对这个自己的军人生涯啊 到现在都深深烙印在您的这个身上 因为现在我除了怀念那些往事之外 我还特别想通过咱们栏目 寻找我们13多年的老首长老战友 因为这几年当中啊 他们从工作学习思想各个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为了以后这个生活打下了真实的基础 所以当年的战友和首长 是有些已经断着联系了是吗 对对对 所以这几位是您当时的战友 对这是我们战友 那个西边那位是咱们核保中心阳亭里气氧站 这是中央军委莫命名的摩帆气氧站的地面观测员 这个战友是咱们我们这个厂制雷达二战的游记员 我当时是西转的军属兼军 三名老兵都曾经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出过贡献 今天能看到你们还在一起打牌 我们真的觉得挺开心的 但是其他的战友和首长很多失联了 那当时你们是叫什么部队 您希望找的是谁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视机寻找 我们是气象铺 那个科长叫欧阳迅华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马先志助理 我的再一个入党教人就是徐从才助理 最让我敬佩的是卫生所的所长魏满堂 不单说对我不错 对我们当时的战士都不错 你好不说当时的战士 谁要开了病号巢了 他在司务部机关住 但是在我们机关食堂吃饭 他早晨过来到我们战士的这个宿舍去 食堂给送病号饭 那人就吃面条 你必须把饭吃了 你吃完饭我再去吃饭 那老所长在你面前 您多不舒服多不想吃也得吃 吃完了老说是安好去吃饭 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所以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 您今天有机会在媒体平台上 还是提到了刚才您四个最难忘的敬佩的战友 包括首长 对 也希望通过电视他们能看到您和您联系是吗 联系上我一定去看他们 好 咱们期待你们真的能够通过饮品联系 然后见面的那一天 行行 老头不赖 老头挺正直的 挺直 三人不适合 大人老头不错 但说到来选择嘛 对 当然希望一找到战友 但重点的任务还是找到老伴 对 是吧 那就得讲讲您的这个情感过程了 因为您这个当时退伍就回到了北京 又是北京人 应该很快就在北京成家了对吗 对 我们这个离异不是因为别的 也不是因为第三者吧 也不是因为其他的 就是等着 我这个前妻她本人这人有点轴 用咱们土画去这轴 而且孩子大了 她听孩子的 你们是 我一个儿子一个闺女 不久前才离婚的吗 离婚我是一三年离的 三年前 我那也都快六十岁的时候 对 发生什么事 她就是有些事情 听孩子 孩子对也是对 错也是对 始终听孩子的 我这人就是啊 对 谁说咱都听 说错咱们也错了 咱们也得改 是吧 所以说有这些事情呢 我就不好办了 你小子说啊 他说我这人比较重感情 因为我们家我老六 我上班有四个爷爷有哥哥 我这前妻她老是对我姐 他们不怎么着什么 老是她的怎么怎么着 不接纳我的亲人 所以说最后我儿子结完婚之后 按常理说啊 儿子结完婚了 说啊 姑姑被来了 该花的钱也花了 过完春节应当给姑娘拜个年 这是咱们北京地区人之常情 嗯 她不去 她不去 她也不做她的工作 哎 就这么说 以前去吗 以前也去的少 反正是 她没结婚之前也不怎么太密切 嗯 但结了婚的时候 更到什么了婚上 我姐姐从小 对不对 哄着我 大一点给我洗洗喘喘 这些事我知了 所以说你不去我去 然后就有了 父子俩之间 这点就 这点就一点点滚吧 这小事儿花大了就滚了滚了 最终不扔 干脆我不跟你们串 我的事儿 给你娶了媳妇了 我一些事儿完了 咱们别喘气了 我过我的 你过你的就完了 现在儿子和您来往吗 在一个月儿住 那我这一个大院子 是三个院 现在不沟通 儿子要跟着挺好 挺孝顺的 这个没问题 现在儿子都跟着不沟通 你看 您和儿子等于说掰了 跟他妈一掰 正儿子也在 他们对我也有看法 那那孙子什么找您吧 那就还小呢 您也不过去抱抱去 您不缠呢 哎呀这小孩 真想过去抱两下去 您都没抱过孙子吗 还小主要还小 小的更要抱呀 小的敢抱 大的人不让您抱 小不敢抱 哎呦您可真够倔的 他这个人呀 你没看一个倔老头 对吧 然后呢 人家就团结起来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男士啊 如果脾气不好 最终都可能被开除 对 而且呢这个妈妈一般就觉得 孩子们 第一个能帮我做主 孩子们说什么是什么 所以人家这个力量比较大 对 对吧 再有一个呢 您呢 确确实实您从小 得到您这个姐姐的爱护了 是吧 所以你认为 我应该和我姐姐很亲近 但是你姐姐没给人洗澡 也没给人家做饭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女士比较聪明 就是什么呀 你走动你的 我不拦着 是吧 我呢 想去就去 就是相安无事 是吧 儿子呢 愿意去看就看 不愿意去看就不看 但您有点较真儿 是吧 你凭什么不看 那是我姐姐 你姑姑 你必须得去 人家说我就不想去 可能这一来二去 您认为您很正义 是不是 对吧 我这个是很正义的 你们这些歪门鞋道的 怎么还不听我的 得恩把您开除了 对 这先生是一个耿耿的 倔倔的 但这人很实在 这占有得说两句 死了 承受了 人家也在男人 你这人在等于 呃 人家 游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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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信仪的能躲在怀中 谁就能改了 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 王老师 她其实啊 今天来 心里有想法 看中一个女士而来的 那是谁呀 赶紧告诉我们大家吧 唐立新 是我们往期节目播出的一名女士 对 您仔细看看呀 这唐女士在吗 下面第三位 第四位 第三位 欢迎一下唐女俊 在2016年9月8号播出的节目中 唐立新女士 作为那一天的三号女嘉宾 第一次登上选择舞台 在那期节目中 唐女士讲述了自己坎坷的经历 节目播出之后 朱先生表示希望和唐女士 见面深入了解一下 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吗 一样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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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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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带工 一定有一个自身的你是什么层面的人 首先一定要认识这一点 你才能去找到适合你的 而且到这个年龄的人 贴心限制 所以说我也是一个我比较强势 我闺女两只五个月的时候 我爱人因为能有更换餐 我自己就承担了这个家 所以说也成习惯了吧 所以先生女婿提出来她比较强势 因为你也看出来先生也有些 强势吧 只要将理就行 强势不是多大问题 大哥 强势的人就认为自己很有理 有理就行 然后您呢也认为你很有理 我随着 您再强势 您不会拿钱摆给谁 对吧 这点我想得开 您再强势您不能拿钱摆给人的吧 不是 生活上强势点就强势点吧 那无所谓的 这先生今天已经豁出去了 真的 反正怎么着都行 怎么着都行 这辈子就没有这么服过软 愿强势 我省好些心 什么事她处她做了 多好 所以听了这么多 这先生的自我表白 我们都能感觉到 他对您的好感 再尽量的想争取您的好感 有没有稍微增加一点好感 我们都能感觉到她对您的好感 再尽量的想争取您的好感 有没有稍微增加一点好感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可能就是没有眼门 我这心里咯噔了一下先生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很正常 没有必要 那抢扭的瓜也就不甜 好 我非常欣赏两位的直爽 祝福您都能开开心心的 好吧 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老伴 谢谢您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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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压力吗 有 确实有 我也有压力 这个二号女士一上来 就让我们感觉到 对吧 这个形象身材 人家这是大长腿 对 谢谢 先生看到这个女士的这个形象和样子 第一感觉 什么样 第一感觉 个儿挺高 个儿挺高 对 嗯 你看看这个pose 这个姿势摆的 摩特 摩特 你看往这一站 我摆太不像了 是摩特吗 业余吧 业余摩特 好 请坐 您站着我们确实有压力 请坐 对 他一米七六呢 可以 哦 不敢 不敢奢望 对 女士您有多高呀 一米七六 我怎么看上一米八六啊 可能瘦 然后另外 腿可能比例有点高 腿的比例长 对 你的三维和身材 都是模特的身材和比例 对对对 要求很严格 有天生的成分在里面 也有后天锻炼的成分在里面 是这个专门的锻炼训练自己的保持年轻的身材 因为女人都比较欢喜跳腿嘛 还有胸啊 然后还有腰啊 这样子 现在还要做这些器械和部位的训练 对 每天都做 很满命的做 每天都满命的做 每天做多久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训练 你去自己去健身房吗 对 去健身房 我有教练 就是专业的职业 为什么要这么拼呢 四个小时 这个运动量是非常大的 像比如说我们这童年的话 很多人都认为 就是我们都是满垃圾的 其实实际上就是 他们因为当时朋友也说 你应该去代替我们去证实一下 我们不是垃圾股 然后呢 ok那去年呢 因为想参加一个模特大赛 但是因为 我当时怕输在才艺上 后来呢 他们告诉我 后来其实没有什么才艺 然后 我说那ok 今年可以尝试一下吧 等于说你今年的这个 器械的锻炼 实际上是有目标的 是吧 许丽 54岁 北京人 离异职业 室内设计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现在的生活状况 我现在的生活状况 是在海南当农民 您本身是哪里人 北京的 北京人 对 您现在生活的基地是在海南 对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 有差不多N年没回北京了 然后呢 我自己有一个园子 25亩地 嗯 在海南 对 然后呢就是主要是种 一半是羊桃吧 然后那一半呢 今年我改种了菠萝 从地 从地 怎么也想不到它是地里的 蛮大的 因为它那个圆子 你要是走的一圈的话 需要半个小时 嗯 那么就是 因为就是我一人做工了 所以就有很多的活要干了 你一个人种25亩地 你一个人种25亩地 我打理25亩地 要干工 有个人一亩地 多少平方 知道吧 666 对 差不多 25亩地 快数学好的算一下 25亩地 666乘以25 比这个摄影棚 还要大很多 哎呦 可有能力啊 可不是一般 你一个人干啊 对 然后 嗯 因为海南你也知道 另外它因为雨水比较多 嗯 一长雨下来然后然后再 在阳光一照 然后那个草就狂涨 我就 然后所以呢 嗯 我打坏了 就是光打草机 我都打坏了三个 你买第四个 然后可能你 我可能在以前我小的时候 在那电影里看到那个 除草那个 咔嚓嚓 就打那个喷雾气嘛 嗯 然后那东西 那都是药嘛 都是有毒性的 但是那时候 他有要求戴口罩啊什么 戴那东西 但是太热了 而且背那东西嘛 那个药水就往它流 反正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然后就 打吧 然后就打 因为它必须在在 阳光特别足的时候打 因为打完以后 八号时如果不下雨的话 OK了 如果下雨的话就白打了 所以你早 早上也不能打 早上因为有露水 露水的话你 你就是不能打 因为它吸收不好 这七年您都是过这样的生活 对 因为我 从小有一个梦 就是梦想 就是过田园生活 因为我不太欢喜 就是大陆式的这种 喧嚣和浮躁 还有一些很人我是非 我就是比较欢喜的田园生活 一看那个照片 然后那种田园生活 就感觉心很静 跟大自然在一起 跟小动物在一起 就是这七年 其实您挺快乐的 对我很享受我的生活 虽然说 其实体力上蛮挺辛苦的 日照啊 我就当锻炼了 当锻炼了 然后呢 对 因为它有时候主要是 比较苦的是 因为海南台风比较多 尤其我那地方是文昌 文昌是 你在文昌 对 台风登陆 比较密集的时候 每年都有十几场台风 当然那里面说 如果说15级以下台风的话 我们都觉得小case了 但是有一年是密码训 密码训的话 然后它不是18级吗 然后我那个三间工人房 全部都马全掀掉了 那次是很毁灭性的 然后就是 我就听见树折了 然后我有一棵百年的龙眼树 然后也蓝腰折断 等到台风过了以后 你推不开门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树都折在那地方 然后 你推开门的时候 你被跨着 然后反正我印象当中 那这样一片狼藉 你自己收拾吗 收拾 然后就干了三个月 光烧了就干 烧了三个月 你自己吗 对 然后它因为它有东西很重嘛 那树很重 没有人帮你吗 没有人帮 那或者是我们花钱雇工人帮你 雇道 没有人的 其实您的生活 挺与众不同的 对 我是比较其他的一个人 蛮另类的 就是一个人 确实和我们大多数 就是人的轨迹不一样 对对对 我是 那当年您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您做了决定啊 七年前 离开这个大都市 去到了海盘呢 因为我是觉得怎么讲 就是 我之前天上就不太欢喜社交 然后呢 但是因为我们搞的行业呢 就是因为做设计 甲方跟甲方打交道嘛 那个时候 就是整天陪甲方吃啊喝啊什么的 然后就做工程 我觉得蛮累 然后呢 再加上拖欠款很厉害 然后后来不行了 就是已经到了 我们能忍受的极限了 后来我说的 我要到一个 阳光灿烂的地方去 因为以前去过海南 就觉得好像希望能看到阳光 然后满眼的绿色 就觉得很幸福了 其实那个时候您 就是您四十多岁当时 差不多 好 那两个人呢 不配搬 心里的根本的更不行 来先生 听得挺入神的啊 和我们的生活轨迹不太一样 二号徐丽女士的这段这个路程 您听完什么感觉 我听完感觉挺坚信的 挺累的 就我的感觉啊 人家可能为了重点这个感觉 挺幸福的挺好的 这是我的感觉 那是她的感觉 所以就不太是一个轨迹上的这种思维 对对对对 和您不太一样 对 也就不是您择偶的范围对吗 对对对对 好吧那我建议 您下去听听 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我们二号女士 好 她的人生故事 好 谢谢您啊 来休息一下 实际乐队这女的经受了 这男的经受不了 面上都不行 里头更不行 这十几年你觉得辛苦吗 因为我是这样的世界观 我就不要直接说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其实你真的 嗯 目的地在什么地方 你真的不重要 不是很重要 在我眼里边 我觉得重要的是 你在这个行旅行里边的话 你的沿途的风景 和你看风景的心情 就很蛮重要的 嗯 对也许我可能会有一个目标 但是呢 可能因为这种原因 你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然后但是呢 这一路的旅程里边的话 有高峰有低谷 然后有晴天有暴雨 我觉得嗯 你只要怀着一种心情去看 就是就很好了 嗯 对 嗯 所以当初的选择 没有后悔 朋友就是春节的时候 到我那地方去 然后我去接他们 他们说 哇你故事生活就像那个 我们梦想的天堂生活 跟大神在一起 满眼的绿色 然后当时 因为我那都是不打药的嘛 然后他们会摘一些水果出来 然后打果子来喝 然后躺在吊房上 然后放音乐 就跟那个 外面有一个十桌十椅 就跟公园一样子的 因为它还有花园 就觉得 嗯 这个生活你蛮享受的 嗯 但因为他们只看到阳光的一面 其实后来因为 田园生活也有很残酷的一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台风的话 别去停电15天 停电15天的话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就是因为当时 就是全部充垮了 充垮以后 然后 晚上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就是鸡打鸣的时候 OK 知道是大概几点钟 就该起来了 就是文集起舞那样子的 然后鸡打鸣的时候 OK 可能去睡觉了 因为手机都没有了嘛 15天半个月 然后就等于说 于是隔绝 天天都是烛光晚餐 后来我跟朋友说 我说那是叫做新孙的浪漫 既艰辛又幸福 我想知道的是 就是可能很多时候都没有人陪伴 你更不用说一个伴侣了 对对对 没错 最常会多久不说话呢 我都没统计过 但是呢 我习惯了 因为我比较安静的一个类型的人 它的境界是别人享受不到 感觉不到的 独树一帜的美 听了刚才您讲的这些 其实远离我们喧嚣都市的生活 对 是另外一种滋味啊 但是来到选择 其实我们选择非常接地气 就是老百姓的节目 老百姓普普通通踏踏实实的生活 可能就是夫妻两个人 溜弯买菜 然后这个去旅行 或者照顾家人 就是这样简单的 另外一种都市生活 您从田园生活跳来 这样我们一个都市生活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您来到这里 原来是在工人房里 我住了一对夫妇 不过很遗憾 她大概今年的六月份她走了 因为她是我很多年的 唯一一个可以见证 就是跟她分享 我们在海南那些苦与乐的 这么唯一的一个人 然后因为我们原来是室内建筑社的 我们一起从北京出发 然后一起到海南去的 本来一起怀着梦想 共同去海南生活养老 但是朋友去世在她的怀里 这个镜头让她至今难忘 我从那地方下车的话到那个 是文昌那个墙的中心的话 需要半个小时 而且还有超速了好多 但是下车以后 然后她还是没有 然后我一看头部放大了 我就知道没办法了 然后去那地方全是一条直线了 所以就是好朋友的离开 让你觉得生命的无常 让你觉得真的需要一个办法 我和北京一个是有两个目的 其实第一个目的是调理身体 然后呢就是准备那个比赛 就是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实际上 就是看看有没有 通过你们这个平台 有没有什么人能够收留我 然后这样子的 那我要问个问题 不是收留的问题 而是你十几年 习惯了这样的安静 这样的田园 那如果真的 我相信你有你的特殊的魅力 会有人喜欢你 但是如果有了那个伴侣 你是希望他跟随你去过田园生活 还是你要追随他 过他的都市生活 如果他退休了 就是那样子的 已经不需要再工作了 其实我觉得理想中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可以到海南去一下 然后呢天暖的时候呢 到北京来 这样是比较理想状态 但是呢如果要没有的话 他在北京还要上班 或怎么样子的话 我估计可能我会 再做出一些牺牲吧 应该是这样子 那你能适应都市生活吗 你会觉得是不是 我很封闭在那地方 其实不是 我的朋友遍及是一个地的 是通过互联网去交流 我有一个那个网友的话 其实我们在北京上 有20年了 没见过面 他是一老伴 我觉得中国人也算奇迹了 就是没有 嗯 见过面居然能够还沟通 然后他经历了我的父母的 就是我妈妈的去世 我经历他妈妈的去世 然后我们会分享 我们的那个喜怒哀乐 他能战胜一些困难 尤其是孤独的意见 能够熬过 煎熬过来 就很难能可贵 你有过情感经历吗 情感经历的话 有 就是我在上大学之前 就是登记过一个 结过一次婚 登记了 然后大学之前登记了 然后呢 大学毕业就散伙了 没有孩子吗 没有 因为当时住校 住校的话 然后就是开始前两年的时候 不是四年吗 然后前两年的时候 然后还有点点联盟 后来联系 后来就没联系了 那当初为什么结合在一起呢 因为他当时蛮追我的 因为他长得像那个肺祥 那时候不是肺祥很热吗 然后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很帅一个男人 对 蛮帅的一个人 那大学期间怎么就会没人联系 因为他就是 比较有一个习惯 就是爱翻你的钱包 然后会问你的钱怎么花了 或者说翻你的通讯录 我一讲那时候是BBT吧 BBT的时代 然后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随便记记 你都不知道什么人 但是 当时可能即便就出于礼貌 记一下一下 然后到身后可能忘记掉了 他就会很 会很审问你 其实 这个是谁是谁 我都对不上号 其实我们在可能在认 认知上有一些差距吧 他认为这是我 因为爱才关心你 我怎么不去 关心路边的人呢 但是我觉得爱的前提是尊重 第一个是尊重别人的 是因为这些琐碎小事加在一起 你决定离婚 大概就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琐碎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在一起生活 所以就这样 那这后来这几十年 你就再也没有过感情吗 后来的话 基本上没有吧 太多 他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 真的 非常传奇 我也觉得这样 这还有独特一些 是吧 想找一个什么样子 找一个我觉得温暖型的吧 然后脾气不要太烈的 嗯 比较容易沟通 然后知识面广 因为我比较欢喜音乐绘画 所以您的要求其实不多 一个温暖的男人 但实际上我相信 您坐在这里给我们电视机前的 这么多单身男士的感觉就是 和您组成一个家庭 需要真的和您有一样的生活观念 这个最重要 我觉得所谓什么身高啊 年龄啊 职业啊 在您这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共同的生活态度 他刚才说了 其实也许不能永远拥有 曾经拥有过 就像我们很多人做梦 但是我们可能都是没有勇气 真的去实现这个梦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可以做梦 还可以去实现梦想的人 对 我就一定有一个能够欣赏他的 这是很重要的 来我问一下今天的二号先生啊 我知道二号先生 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先生 二号先生 您好 您好 您觉得像女士这样的生活的态度和状态 您能适应吗 嗯 我就两句话 一句话我不敢高攀 但是他的意境 我是完全适应和完全理解和适应的 因为我跟他同样的 甚至比他还多的 几万天的艰难艰辛磨难 历经坎坷 心酸过来了 所以在现在他说我看的时候 我有同感经历 但是您刚才说的一句话说高攀不起 只是您觉得有差距是吗 从颜值上人家亮丽 从身材上个儿高 嗯 从心理品味上人家追求和要想要的都比我高 再加上 您想认识一下他吗 嗯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 女士要不乐意 我也不敢 那您想认识他吗 嗯 如果您想您就上场 我想 好啊 那我们欢迎二号先生上场 和我们二号 希望大家都包含 嗯 好 有请二号男嘉宾 OK 你好 你好 哎呀又见您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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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男士曾经来参加过选择 上次节目中他和他的前女友举行了分手仪式 什么也没办法 就是只好这样 要不然我不能开始新的生活 只好 结束这个关系 这是 按照人情大道来说 我说对不住你 抱歉了 不对 我也没办法往前走 希望你亮点原谅 好吗 好 经过景峰播出后 有一位女士看上了二号先生 并且这次冲着他来 他们是否今天能牵手成功呢 您向往这样的生活吗 嗯 向往 向往啊 不是向往跟他 我就说 这女士 啊 我听了以后 整个都跟电影上 活 她走过的这光阴不没了吗 在我这听后跟大家不一样 我都能立体化的 哎 能感应出来 当时那种既艰辛又美好 又是她心里所需要的 嗯 又要战胜一些客观 和实际的工作艰难 孤独 又要把孤独战胜了 这种异境 异境的天然光阴 当时她熬着熬过来 老师穿的还挺精神的 哈哈哈 打扮的挺洋气的 嗯 其实可能先生说的这个 这段话有很多人的感受 对您是一种尊敬 甚至像我和王老师 刚才看完 挺崇拜您这样的生活态度 哇 天呐 有点夸张 真的 是有机会我们去您这看一看 对 去了解一下这位女士的生活 可能就更了解她的内心 对 那我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个 单身的男士 如果欣赏我们女士 真的需要近距离的去接触 去聊天 感受她 您会发现一个真正的田园生活 对 和一个美丽的未来的生活 当然我们要做的只能是等待 那个有缘人的早日到来 好不好 好 谢谢你啊 有空去你的美丽的小屋做客 欢迎 很欢迎 又来了 这个上 这回是我姨儿 一人来 上次您来 可是给我们这家非常深刻的印象 哪里 分手仪式 残魂 结束之后 真的分开了 分开了 真的 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了 各过各的了 没有来过 所以也彻底放下了 彼此祝福 谢谢大家的光 上一次可能节目当中 没有更多的了解您过去的生活 对 更多的是 把您和您之前这位女士的这个朋友关系 最后做了一个总结和一个分手 那么今天又一次来选择了 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下您的生活吧 好吗 谢谢我 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北京只和印刷三场 一直在做工人是吗 嗯 嗯 那您这上一段婚姻就一段婚姻是吗 对 这段婚姻持续了多长时间 嗯 二十十九年 加上见面认识吧 二十年 七三到九三 嗯 嗯 是也遇到了很多不愉快吗 我怎么说呢 我这是磨难的辛酸史 应该说 要不然我早就不离了 可是我还是比较宽容他 坚持 他怎么了 忍耐 就是跟你开始一样 就是刚结婚到离婚老吵架 一个气不顺 他就动手打人 动手啊 他动手打人 就是啊 要不我说了有点让大家见笑 有点不相信 他打您啊 嗯 嗯 就两人之间 您还手吗 就一般的对话 他提起来我都不还手 说我胆小 从小时候我老爱打 我们家里的 他那一次我为什么去问你 你把你男人都打你 哎 你就别怪别人不尊敬你了 他就老打我 哎 拿鞋底了脱了鞋就对 嗯 还有大盘子脆了 有一次这举例子 90年的7月22号 我管孩子了 结果他不听话都10点多了 我打他了 我不是很咋 我就一般的管孩子 结果呢 他就拿那大茶杯 就给我这脑子 都是嘛 真的还有呢 这边有这边有 当时就流血了好多 我就上学务员看去了 嗯 所以这段婚离了哈 嗯 孩子呢 孩子规于对方 现在呢 一直就没来往 为什么没来往 我也不知道啊 孩子也没来往 他就甭说了 也不让孩子来 我说那孩子没离啊 那孩子也是俩人的 应该看 他不让 哦 就是前妻不让看 我也啊 其实您现在69岁了哈 这个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寻找的生活状态 嗯 就真的是平平淡淡的嗯 安安静静的最重要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您上次就说了 说我想再找呢 就找一个呃 比如说农民 这样很简单啊 很普实 嗯 就觉得最适合自己是吗 对 所以您这个观点一说 节目一播 您觉得会有女士打电话 说喜欢你吗 没有 怎么那么不信啊 我要告诉您的事先生 节目播出之后 真的有女士喜欢您 我不太欣赏了 我没有骗您 真的很欣赏您 打来了电话 而且今天还来了 来帮我推一下 大家好女士您好 您好 您之前见过这位先生吗 见过 见过 对 嗯 尖导告诉我那个 看过先生节目 打来电话 表示喜欢他的那位女士 是您吗 是 哎呀 咱们掌声鼓励一下女士啊 您看中先生哪一点呀 我看中先生这个挺实在的 嗯 挺善良的嗯 我就喜欢这一点 有这个就够了是吗 对 呃先生刚才来的场上 又讲了一段 他的过往生活 您听过之后 对他的感觉有变化吗 没变化 还是喜欢 哎呦 那赶紧有请我们三号女士上场吧 来掌声有请 您好 您好 欢迎 请坐 您好 嗯 请坐 哎呦一上来是笑容可敌 怎么那么开心啊 开心 来的是选择栏目又开心 嗯 而且这位先生可是您自己从电视看上了来的 对 哎呀 哈哈哈 这先生有福啊任老师说 嗯 脸红了 哎呀 不仅脸红 你也真是有福气啊 这 你是 见到本人了 是 啥感觉啊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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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好呢 背带裤好看 穿这个挺帅的 哎呀 谢谢 先生 您怎么不敢抬眼看人家呀 啊 说说对女士第一印象吧 第一印象就是看着 从鼻子往上的眼帘 是挺平和善良的 嗯 一看就没有太多的心具 哎 我就喜欢真诚善良 哎呦 这就喜欢上了 不是喜欢 是平定 平价 好 喜欢是 得看人家的感受 人家就因为喜欢您才走上来的呀 好 第一印象喜欢吗 喜欢 哈哈 来先来看一下三号女士基本资料 我们认识一下她啊 潘淑英65岁 北京人 三号职业农民 很多女士的情况还不太了解先生 您现在是自由提问时间 想了解什么赶紧问 好吗 我主要的就是问问 人口多吗 家里 你闺女儿子 两个孙子 闺女一个是儿子一个 哦 您问人口多吗 是啥意思呀 我首先注重这个 就是因为她 我那段婚姻 就因为家族多干扰 我就不喜欢人多了 那人家有儿有女啊 要是不断一块过就行了 在一块生活吗 不在一块生活 您是 很有人的地儿 您是一个人生活对吗 有独立住房 对 在哪儿啊 呃 幼安门门 女士您在哪儿啊 在哪儿住呢 我在那个房山属于琉璃河镇 哦 琉璃河镇 那如果您二位走到一起 您是继续在咱这个村里住啊 还是跑到咱大城里 幼安门这儿住 两边住吧 两边住行吗 先生 嗯 两边住行吗 行 两边住啊 您本来想住哪儿 住您那儿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他 为什么要说不是 他那边人多 人家是自己一个人住 有儿有女 那是儿女自己有自己的家 他们都在周围 是吧 谁有谁的地儿 都在外头呢 好 这老先生想的挺多 不是 老先生之前被打怕了 是 你知道吗 您挨打的那是小舅子 不是一般的 他 92年2月20日 在家 就是有女儿打松弄慢慢掉了 要不然不对 您听着 老先生 就是您那个时候是什么 什么丈母娘啊 什么这个小舅子大舅子 什么前妻啊 揍您 人家是现在是什么呀 人家就是孩子 本来打人就不对啊 咱们现在都到这个年龄段了 也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打怕吧 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兴趣爱好啊 什么要问吗 就是这 兴趣爱好 先说您有什么兴趣爱好吧 电影 第一 看电影 不是看电影 我放电影 哦 您放电影啊 我家里有5000多部电影 放强容 放大型的DVD 大型的投影机 大型的背头大电视 大型的高级影响 还有小的影响 不是您 您置办这一套大型的家庭影院 得花多少钱呀 2万多块钱 哇 那这是专业的相对 全套 音响设备都非常 就是在我们家庭当中 这2万多去聚办一个家庭影院 一层的机器官都有了 就放那个盘 嗯 什么样子都敢买 1000多块钱 可是有价子我就不能了 哎 哎呦 哎呦 这句话补得很好 以前没有老伴 没有老婆看着 这钱吧 反正发了工资 咱买什么喜欢的 有了老伴的 钱呢 就得老伴帮着管了 是吧 嗯 焦啊 先生挺可爱的 特别可爱 嗯 跟他过日子首先简单 是吧 你没那么复杂 他就一个人 是吧 而且呢 你看人家挺有情怀的一个老头 不是说哎呀 我每天那个很积位积位的不是 然后那个也挺 心胸也挺开阔的 不行 就愣说也不行 这行 一见 也没准叫凑合着 什么叫凑合 那叫一见钟情 就幸福的过下去了 不是我跟他说 我就怕人家一开始 不是一开始看上行 要运作也不行呢 可不就得包含着 那您就得好好表现您啊 好好经营 一般的啊 就是大事上一般的小事都 都你做了 都你做了 一家人了是吗 大事啊就指什么呀 什么大事 今后 你别人写谁名 这是大事 我最后就说 要立下遗嘱写对方的 不是跟谁也应该这么写 不然人家不踏实不安全感 第二一个是 他不是农民吗 对 我喜欢就是这农民 我不是跟 跟你说六八年 四月我就有这说 有农民 我就处向往 结果我才答应了 头一个人的婚姻 结果那农民 什么都不干 这农民我觉得 勤奋 其实两位如果结合在一起啊 未来的生活 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如果女士不太适应 幼安门这市里边的热闹生活 先生也一直向往农村的田园生活 也可以去女士这边 甚至可以说咱 再买一个农村的小院 什么种点蔬菜瓜果 都是可行的 是吧 不愿意就在城里住 愿意就去农村都可以 多好啊 有成田方便的呢 咱就这样定了吧 阿姨 那个儿女看的这个老爷子了吗 没有 没有呢 我没跟他们说 还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对 他们支持吧 他是支持我找老伴 就是没看见我找谁呢 您愿意带着这个先生 认识认识咱孩子们吗 接触一下 咱们也得让孩子认识认识 你看 那他们也不同 您看您这个 讲的都是没影的事 儿女们会反对吗 嗯 我得 他们得给我提个建议吧 嗯 我得先问问他们 因为孩子他也有思想吧 但也尊重您的选择是吗 我不能我想说什么就是 明白 但他们也尊重您的选择对吗 尊重 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慢慢相处的事了先生 不是那么平淡的 不是那么您想象的 前面就是花枣 不是 因为在晚年生活了 不应该干涉老年人了 他不干涉 即便说咱们牵了手了 也得互相的了解了解吧 了解那可以 家外不乐意啊 就由那打住 对 要不然以后也是悲剧 对对对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碰到了一些不确定的时候 您会习惯性的往那个坏的方向去考虑这个事情 在上一次录节目当中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呢 你当时担心观众看那个节目 会对您有什么影响和评价 这一次当女士说到 要回去跟儿女商量一下的时候 让他们看一下的时候 这时候您可能又想到了 可能会不行 所以这样的一个地道思维啊 就是会让您产生一些问题 就是对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进行呢 可能会有些障碍 所以如果人是力导思维的话 往好处想 往好处去努力的话 这个幸福是掌握在你的手里面 好 今天呢 女士是因为看了您的节目欣赏您 来到了现场 也和您现场进行了交流 那么接下来呢 就得看看您的想法了 我现在给您一只玫瑰花啊 我手中有只玫瑰花是象征爱情的 那么两位也经过了一番交流 女士呢也是因为欣赏您才坐到了这里 所以这对花我交给您啊 如果您对女士很有好感 希望能够继续交流 请向她献花表白 如果女士还觉得先生是您的一中人的话 揭花牵手 我们接下来慢慢相处 慢慢交流 好不好 来 请起立 先生 您献花吗 我数三下 如果您献花 就向前一向 好吗 三 那 二 一 请献花 咱们了解了解行吗 行 然后再见见家人 不行 就当时说不行 必须得了解 你得了解我 我得了解你 没错 牵了手就成功 那先交往吧 好 判断是 嗯 您愿意接受 这个心意吗 愿意 哎呀 好 好 其实那么不自信的这个二号先生呢 居然在节目播出之后啊 有女士主动 表示对她好感 那么在现场呢 我们也慎花成功 希望两位接下来好好交流 彼此了解对方 希望你们能够牵手成功继续走下去 好吗 恭喜两位 祝福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牵手一起走下去 谢谢 来牵手离开现场 也是今天所有到场男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老师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他有着让人羡慕的工作经历 将近二十年嘛 就一直在组织文化活动 嗯 给我颁发了一个叫终身成就奖 好 酷暗收藏和书房 这是景泰兰 这个也是八点人们 一直到现在 他幽默婚胁 却也有着那些不能触碰的伤痛 叫你什么 大 天 这俩子 真 对我太陌生 他 朴实憨厚 善良孝顺 我们接下来跟我在一起住 哦 都是我啊 八十三吗 是您在照顾吗 对 四位优质男士精彩回顾 一切精彩 敬请期待 每晚二十一点四十分选择与您不合选 每晚二十一点四十分选择与您不合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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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